其實最後一位同學,我一直想說,上課呢,裡面有桌面,那其實呢,之前我已經請信項的助理,已經搬了很多張紅色的椅子,都在旁邊,電力的房間就有,至少現在還有一張椅子,那給我同學呢,都選擇,後來就不想帶,然後,這個我覺得,就可能不是很適合,上課沒有桌面,那,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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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感覺就會,更遙遠,更遙遠的原因是,因為,上課的時候,有時候叫你們,是用手稍微坐一下,因為呢,要從動手後裡面呢,你還知道我剛剛講的是什麼,然後呢,有什麼地方你不清楚的,好,好,那,還要先跟大家講一下,因為,我這次呢,有跟助教的, 我们的建训助教来讨论一下 因为关注我们的中泰部长角落 去的本堂很少 大家都在考试前才想到建训助教 所以我本来对内秀想到这些来点还不及 我当时有些人希望能助理一下 然后也跟助教的评估一下 那现在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往后 这个礼拜之后的下一个礼拜 12点下课 那会先过来 因为我觉得每次下课之后 同学都有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当然一位同学 接下来也是财管系的同学 一定也开始要上财管 所以时间其实很多同学 都会留在教室里面 这都是出版的困难 会来 那所以呢 其实这当中 助教其实可以在这里 帮大家做例子的解答 尤其是刚刚上课不清楚的地方 那助教呢 可以给大家 示范的一个答案出来 或者是给大家讲 原因在哪里 或到底在哪里 那也许可以让大家学过 刚刚上课不清楚的地方也认为 下课之后 复习上面的困难 好 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 十二点下课 助教会来这边 一个小时的 一个移动式的舞蹈 好 那当然呢 每个 所以之后 礼拜二的 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舞蹈呢 我们就暂停 就是说 原则上 那我们先施行一段时间再看看 好 因为我们本来讲好礼拜 第一的晚上 那个 那个舞蹈时间呢 其实同学都很少去 那助教在那边 一点很无聊 好 其实一点都没有办法去发挥 我们当作升级这样一个 舞蹈角落的 基地跟功能很好 所以呢 现在的改变方式 从下个礼拜开始 好 我们呢 十二点下课 到一点 那个助教 好 建议助教会来这边 帮大家解决问题 解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呢 礼拜一的晚上呢 我们可能就暂时 就没有这样的 可能这个舞蹈 角落就先停 然后呢 现在一个结论是 考试前 又就是礼拜二的考试 所以礼拜一的晚上 考试前的那个礼拜一晚上 会有舞蹈角落 好 那 考试前的礼拜五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是十二月三号的考试吧 好 十二月三号考试 十二月二号 另一天有舞蹈角落 礼拜一 在管二零一九 然后呢 在礼拜五 就往前推 大概应该是十一 一月二十九号吧 好 那礼拜五 晚上也有舞蹈角落 好 中块的舞蹈角落 也在管二零一九 好 所以这样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 好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那个 要搬椅子的话呢 在我们那个 还有位置可以搬 好 好 我们就呢 今天六号 今天六号嘛 今天六号嘛 今天五号 十二号 十二点到三点 好 会有刻骨 好 就是祝祖会来这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十二月二号 礼拜一 好 十一月二十八号 礼拜五 好 至少这两天晚上呢 都已经先确定 好 九六点开始 就十八点开始 到二十一月 好 再晚二零一九 那平常呢 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 再晚二零三期 就是这个教室 会有一个小时的课业舞蹈 好 所以呢 同学如果有任何问题 那你可以留下来 好 好 那当然如果 除了这个之外 好 我们现在今天再行就是这样子 万一 好 我们接下来 其实的两个礼拜呢 如果十二点 像 那个助教来的之后 也都 大家都没有问题 我想让他再看到这里 站着看大家吃饭 也不是一件好事吧 所以 也许我们事情来 如果效果不好 我们就停掉 好 我们是几号 十九 十九 好 反正就是礼拜五 十一月二十九号 礼拜五的晚上 跟十二月二号 礼拜一的晚上 那在晚二十一九都有中快的 部导小伙计 大家记住时间 好 那我当时也觉得 上课之后 立即为大家 就是一个不错的 好 因为可能让大家 维持一下故事的时候 可以减轻很多的困惑 好 这次先请大家讲一下 呃 从来记忆的 反而是什么都 想说最后 上课前再跟大家讲 才能不能忘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大家 今天会做得这么满 除了我们开学第一天之外 嗯 好像平常上课 都没有这个样子 那我想大家应该一起的 那我们今天也需要把它搞定 好 现在有关键 现在先进步吧 好 那我们先上课 好 那当然 那当然呢 我还是会发 只是 呃 我不要让同学呢 他们拿到考验之后呢 就散人了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这样子这个时候点语 好 这个 他们考验的时候 因为没有来的 所以就没拿考验 所以就算点试明了 发现人小 又在点试明 这个 这个应该是 蛮刺激的 可是 我想我们又不是在玩 猫猫老鼠的游戏 这应该不是教训 教育的目的 因为读书是为了自己 呃 就是说 呃 他们其实他们与班上 就是那一届一起进入这个 这个 他就是生活了 有很多人 但但是呢 他们很多人是怎么 正网 正网的意思呢 就是说 本来这一趟进步的时候 他签约两年或一年了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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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是欠一一年 那所以呢 很多同学 他们约满了 就跑人了 好 也就是说 他就离开了 那 离开之后 他们去哪里呢 一个是去您 一个是去 班公司 那 基本上就是 他们很顺利就是 找到他下一份工作了 好 那当然其实最主要是 原因是什么 因为到会计失识工作之后 你其实其实可以接触到 变成更好的各的业 好 那当然第一个 也让你的商业的尝试 可以快速的累积 好 再者呢 也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去接触到 公司应该算是有点 管理阶层的原因 好 会计的一些相关问题 可能要讨论 他们会找管理阶层者 来讨论 好 所以 那你这样子的让 管理阶层是您 好 当然未来有这个机会 或者是有这个职业的 工作的需求的时候 可能 如果你表现得很好 但有些人会想到 好 所以呢 很多同学呢 是不是到了事务所之后 是当事务所师的挑战 好 所以 因为事务所呢 有这个事务所的磨练之后 其实 未来的就业是更容易的 那 除了就会比较容易之外 当然就是为您的心理做了加分 好 那其实很多人 在事务所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当然事务是一个工作很辛苦的地方 那我当然说了 听到你有不劳人过的 你要有前面的辛苦 你才能够后面学到一些东西 也才能够累积你的专业能力 为你的下一个规划 先做好准备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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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通通會錄取的一定是這些同學一定有修過中快 因為他最基本要求就是要修中快 所以也跟大家講說中快是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好 那再講到我們其實在解析一些同學的心聲 但是有些老師都是聽到同學的心聲 所以就提得到我們系上討論 但這是我們系務會議昨天開會的事情 就是在討論 所以有提的一個案子說要不要把中快改為選修 好 那當然因為我是上會計的課 所以大家那個系統附謀 我說我都沒有一次見 可是我說我先想一下歷史 好 我們之前呢 先是中快一項就是財管制的日修 那後來呢 在負分期之後呢 的第二年我們把它改成是選修 原因是因為如果要買不過分系 因為過分系是三年級才分流 但是呢 你看分流為財管系是前提 就一定要什麼 要修過中快 所以變成中快就會很多學生 好 那開成兩單 但是我們財管系的系上的會計老師 沒那麼多 所以要減輕所謂的teacher note 所以我把它改成是選修 好 那之後呢 不分系完的下一屆 就是現在四年級的學生呢 這一屆進來 目前我們又把它改為畢修 因為就是財管系 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好 那因為其實我們之前也做過很多的 在校友的問責調查的時候 他們也認為有這個中快的課程 其實對他們的 在未來的工作上面幫助很大 不管你是到一般的公司當財管 或者是財務人員 或者是到證券 或者是投課公司都一樣 他覺得中快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 然後又把它恢復為中快是畢修 好 那昨天提案呢 大概最主要的一定的原因 是因為有同學去 也許是導臣約台之類的 我不知道 就老師聽到這個同學的聲音說 中快高難喔 真的好痛苦喔 他已經畢修再修都不過 那所以就提出來說 要不要把中快改為選修 好 那但是呢 我們身上很多老師都認聞了 所以就提出了 我們就已經有很 大家很熱烈的提出 也不是討論 也就是說 其實這年次大家都在講 為什麼中快很重要 好 那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財管系其實能夠 因為在提這個案的時候呢 其實就比較捨會一下 其他的國內一些 區年大學的財經系 他們的中快就是選修 所以下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創造出 財管系的特色出來 不要說其他的 就像的財經中快是選修 我們就真的是選修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自己的特色 那第二個呢 其實也提出來說 之前有做了 校友問訓的時候 其實那個 校友都認為 中快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至少對於 外來的工作職場上面 都很有幫助 好 但另外呢 也有老師說 同學都是這樣啊 柿子飄軟的吃 那比較 多快點 本來就是比較硬的課程 尤其是會計是比較硬的課程 所以同學說 如果不擔心 不用心的話 其實都很困難 修過的 所以我們應該 縱容學生 那有一個老師就講 說如果這樣的話呢 如果中快改為選修的話 那以後我們的各種的 什麼財報啦 財管啦 然後呢 經濟啦 還有統計 都都改成選修 好 讓大家都很開心 很容易就畢業 大家都去修一些那個 這個課程 很容易過的課程 然後很開心 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就是 畢業之後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怎麼去 在職場上面去找到你的競爭優勢 就自己去負責 好 就是一個開玩笑 因為我想同學呢 在 畢業這種所謂的 生死存亡之境 你會不會想到 我現在這樣做 對我未來有什麼影響 好 所以呢我想 同學在還沒有 認真去思考你的未來之前 我想老師的一個責任 就是幫大家 去一再的 去提醒大家 就是幫大家去 基本上的 能力先幫你什麼 騙設 或者是幫你加股槍 那你出去之後 你要做什麼 就你自己有一些基本的技能 好 這是 台湾昨天 最近呢 就是討論的一個 跟中快有關係的事情 好 那當然我是要跟大家講說 做了這麼多的消毒 但因為我們這次考試 不去很好 好 好 那其實我已經很用力去 都是課本上面的題目比較多了 大題目 就是比較大的題目 也是我記得我出了兩個 要貼一個危機的 好 呃 應該都是個課本 都是個課本出來 好 所以呢我已經很用心去 不要把那個 呃 大家沒有做過的 好 其實呢其實其他 雖然不是從課本的題目裡頭出來 可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好 我已經完全去克制自己去創造一些新的 欸 題目的一個動 衝動 因為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欸 把兩三個題目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題目 好 那我覺得真的你如果去外面工作 不要說考試 你在外面工作中 你碰到的問題 就一定至少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你不能只有單一的思考 好 那不過呢我想 也就讓大家呢 這個 先 不要那麼 打擊大家的信心 好 那我已經很用力做了 可是大家也要根本很用力才行 那 當然我說了 呃 像我們這次下學期在排下 我們現在在排下學期的課 那我跟市長的助理說 呃 因為這個雖然是中塊一是學期 中塊二是 也是一個學期課 那我說中塊二呢 我相信前方是203D的教室 那說 雖然現在呢 教室看來203D是不夠做 可是我說 我可能預期 我可能預期得到呢 到二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好學就不休了 好 那所以呢我想 下學期 今天教室應該就可以滿足 就客人去的需求了 好 那 但這是大家的選擇 好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自己要想好 你自己想要走的路 我覺得都是很OK的 最怕的是 沒有去努力 碰到一個瓶子 就算了 那我相信你走 試走每一條路 一定都會走不過去 好 那你聽什麼 什麼都沒有學好 那就是 有點遺憾的 因為等你畢業 離開學校之後 你要學習任何東西 你就要付費了 你就要付費了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在學校裡頭其實是 資源最豐富 你可以最好 這個利用在學校的 這些所有的資源 來增強自己的實力 跟自己的能力 好 所以待會兒呢 我們再來檢討一下 課程的討卷 那我這次也跟書家講說 他改的時候 有幾項那種編表 那其中有個書家就說 他因為從其他學校的過來 他說改考卷 是 他說他們以前在學校裡頭 老師改考卷 最後編出來錯的 刷就過去了 二十分就沒了 好 那我說 因為我之前也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教書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好 但是呢 同學就會反應說 那因為編表過程裡面 總是有一些些的 小小的地方 你看 觀念不清楚 就做不出來 他最後的幾輔助 就不會正確嘛 那就有同學會講說 那我有讀書跟完全沒有讀書 得到的分數會怎麼樣呢 那我想想 但考試的目的就是 我覺得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分數 但對於學生來講 分數就是分數嘛 分數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正在同學的聲音呢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調整 我說 對啦 因為同學這樣講 我想你也有道理 沒有讀書跟沒有讀書 結果因為你讀的時候 沒有讀得很透徹 但是 而導致最後的結果不對 但是 結果 那個最後的 那個outcome 是跟完全沒有讀書 一樣 所以這樣也是好像是 擺向的鼓勵 對 我如果開始理念 都會心想去記 對 但是我跟理念 兩千人的習慣 但是在學校 常常想說 你在學校看錯 你是不是會原諒你 學校就會勉勉勤毀 這是一個教育場所 但是到了外面工作場所的時候 好 我們可能會去這裡 好 那你如果去外面考訓的時候 你最後的結果是錯的 你不要去思想 老師呢 岳俊老師會在他當中 看你寫那麼多 或是幾 其中呢 你其實很多的 像不說寫對 其實小小小 你怎麼會錯 他會給你 來 不能說這個同情分數 你會給你點的 一千萬不要做這樣的一個假想 為什麼 尤其你去外面考試的時候 那伊德老師你的月見是幾百分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 有那麼多的時間跟精神 去幫你伊德更看 他一定是看最後 最後對了 他在裡面喔 是雞在裡頭挑苦頭喔 你就算最後答案是對 二十分是對的喔 可是他一定從裡面 欸你這個卓士寫得不太好 這個卓士寫得不太好 你扣的 卓的 卓情跟你扣的幾分 這是常有的情形 好 可是如果你最後的結果是錯的 他不要花任何意思 在裡面的環境 所以你在外面 就是你出去外面的時候 你要想外面的環境 外面的評估你是這樣方式 所以你不要去 拿在學校的一個學習狀況 或者是經驗來去套用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卓家就說 他每天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改分數是這樣改得多嗎 但是我們現在的出題方式 不是這樣 所以請他呢 辛苦一點 你力度的去看 細想去看 然後多一點 對 這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我們其實有做 在分數上面 做一些很合理的評估了 好 其實待會呢 我們再來把考驗來檢討 好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 就講 廢話就講了二十 三個小時 三十分鐘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五章 好 審法書 怎麼樣 好 第五章呢 其實我們做的中範裡面呢 其實有 尤其是上冊 翻面有二分之一 這個部分 中文的出派就講的 是一樣的 好 所以剛剛我們回想一下 除了第一章 其實都不用講 第二章 講報表 審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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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們現在只加了一個什麼 營業 就是中文營業 好 那再來審議表 審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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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之前也講過 只是多了一個 快捷原則變動的 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第三章 資產負債表 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加什麼東西 資產負債表呢 其實在我們中間就已經有講到 累積其他中文營業 當中文給你那麼多的快捷特務 或者那麼多的交易想法出來 所以假設說 假設你之前都沒有講 好吧 資產負債表 多那麼一點點多 可以出來 其他金目也想過 好 那再來講第四章 就比較新一點 因為之前呢 但是新也不是完全當中有概念啊 因為我們在講 公司在發行價格的計算的時候 其實就用到第四章的概念啊 所以呢 第四章就是把我們之前所講的 公司在的發行價格 為什麼是降過來的 再跟大家做一個更完整的程式 也就是說 不是在公司在發行的觀念上會用到 而其實未來其實大家的生活 日常生活 或者是自己在做個人的財務評估 或者是做個人的很多的決策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去做判算的 好 這是第四章 好 所以前面呢 前三章 好 前面呢 有四章 因為前面的三章來講 而第一章也是有啦 好 你說會計的原則啦 假設啦 等等 這個基礎在我們處方面講過 好 就講這四章 好 這四章裡面大概 至少二分之 甚至三分之二都是什麼 會講過的東西 好 好 第四章比較多 是處方面 單獨去講 不是這個觀念我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我們之前都已經有講過了 有用過這個概念了 好 所以大概呢 將近三分之二是講過的 好 那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 第八 第九 好 到五行之長 其實 大概至少也有二分之一以上 好 二分之一以上 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所以只有什麼 其實只有中塊二 就是中塊下學期的課程 比較多的章解 是初塊沒有結束 好 所以中塊上 就是中塊一的定方 其實是幫大家 把初塊所講的東西 把它更加強 或者更加完整 好 那到了中塊二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議題 好 然後是跟大家做特別的探討的 好 昨天有個老師講的很有趣 他說 如果修了初塊 不修中塊呢 好 那你就是去設想 畢業的學生呢 這個會計的程度 只能去幫掌獲電機機帳 好 那如果以後呢 他還想可以大型一點的公司 你的上市商會公司的話 可怕就沒有辦法了 好 那中塊呢 他的議題為什麼會比較難 或者是複雜 因為他的交易內容 會比較複雜 那就是很多大公司 可能會碰到的 會發生的這種交易 好 所以呢 這個是為什麼 在中塊裡面 為什麼很重要 好 因為我們都要去設想 外來的紅血 一定不會是在搭貨電 搭貨電力車上 幫他們計計帳而已 好 大家應該是有更 呃 你不能說大公司 才有更大的發展 而是說 你會面臨到 未來的工作環境 應該不是一個 這麼簡單的一個商業條件 發生的交易發生而已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中塊呢 為什麼很重要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中塊 接下來講的 五六七八九 就是十 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大概都跟初恆有沒有講過的 沒有太大的不同 他們大概多一點點 好 流動負債幾乎沒想 跟中塊 跟初恆差不多 好 幾乎內容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呢 我先這樣講 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不要把複雜好 完全不是很困難 在於 你要不要 你不要花地錢地圖他而已 尤尤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看你要不要打 好 六 沒有說 唉唷比較更多 不起來 這是自己給自己一個台階下 那麼這樣子的說辭 也是很對不起你的父母 因為他把你生得那麼健全 那麼健康 然後你把做不好的事情都推到 因為我的智能不好 因為我的智商不夠 好 他其實都不是自己的推脫之池 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始講第五章 所以第五章裡面呢 其實有至少也是一半 是我們初恆講過的 好 那第五章要講現金跟應收款項 那首先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現金的部分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們剛學到的現金 談了些什麼 你初恆裡頭想像得到的就好 我們在現金的時候談了些什麼 好 你會想在那個章節裡頭 大概提了些什麼東西 一則 好 我看你做的姿勢 怕你不小心睡著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初恆的現金談了些什麼 隨便你想啊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 哇那還是在現金裡頭 現金是我們上學期就已經提到 現金流量是下學期期末 誰想到的喔 有沒有印象裡頭你覺得你心裡想講到什麼 你面前情在前面怎麼還沒來教室呢 有沒有想到什麼 想好可能會想這樣 好 那家瑋呢 有東西嗎 想到什麼 你想到什麼要先丟 你看完正經有一個想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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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你不要告訴他 我問他什麼 問大家什麼 問大家什麼 就是下學期呢 你講我們在講的現金 印象裡頭 現金提到些什麼 你去你看一下 你去看一看 學票 對啊 學票還是我們到處有提到的啊 好 除了書票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 好 思遠 思遠 談思遠 好 好 現金講的是什麼 什麼 你想一下 我們要給他現金講嗎 還是要先問下一個 然後再回過頭來問他 然後再回過頭來問他 我們聊天 再來 我們聊天 我們先不要拍照 我們聊天 才能和它們 fordi我們說 我們聊天 我們聊天 一些 我們聊天